德国名人呼吁默克尔为释放阿桑奇奔走 约120名德国政治家、艺术家和记者 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本周访问美国时 要求美国总统拜登释放危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·阿桑奇 据德国新闻社报道 他们在一封信中要求总理默克尔在朱利安·阿桑奇的案件中建立桥梁 默克尔计划本周是在华盛顿会见拜登 由名记者Gundel-Walaf发起的这封信的签署者 包括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、社会民主党、自民党、左翼党和绿党的跨党派议会成员 美国政府已经向英国保证 如果朱利安·阿桑奇被引渡到美国 他不会被完全隔离或被关押在科罗拉多州的超级大监疫中 美国还向英国当局保证 如果阿桑奇被定罪 他将被允许在他的家乡澳大利亚服刑 阿桑奇的哥哥Gabriel Shepton说 将他弟弟引渡到美国 将是对他的弟弟和全世界新闻自由的死刑幻觉 今年1月 英国法院法官Venissa Barissa裁定 由于担心阿桑奇的精神健康和在美国建议中的自杀风险 不能引渡他 如果被引渡阿桑奇将面临高达175年的刑期 就会变成了一段时间